你好呀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吧 和你认识是我这辈子 哦不 说这辈子有点太夸张了 是这阶段最开心的事了 我的不成熟好像在一起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 放心吧 以后不会再有人和你要出去玩的时候 也要求你拍照了 也不会再有人在你打游戏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了 你会遇到比我更好 更懂事的人 我也不会再哭哭啼啼的求你回头了 那就再见吧 哈喽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机老师 有没有被这个开头忧郁的气氛给吓懵逼了呢 其实这一期啊 想教你们一个忧郁系的色调该怎么调 其实开头这个视频的色调呢 是直接用了相机里的设置 它的白平衡选一个比较低的 像这个4000还有3000多的 就非常适合拍那种忧郁系的风格看 就是蓝蓝自制的 换一个这个字节 稍微好一点 相机没有设置直接拍 我们用Visco来调出这种色调也是OK的 加一点曝光 在白平衡这里色温往左拉 色调往右拉 然后在色调分裂里面加一点洋红色的高光 就搞定了 用这种色调调出来或者批出来的照片 感觉更富有了故事性 好像当天拍出来的这一组照片 都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啦 是不是还没有看过影呢 如果老婆们也有比较好玩的故事情节 或者好玩的点子 也欢迎给我私信或者评论 说不定下一期的开头就用了你们给我的灵感呢 那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